第16题 判断下列各式的指何者最大 请大家看一下这个ABCD这个选项 你当然不太可能直接就直接把它算出来 这速度太慢,花很多时间 那到底有没有什么比较快速的方法呢 这必须要先来观察一下 这里呢,请看每一个题目它的形式都蛮类似的 那这里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说 前面这个25、16、9跟4 刚好都是完全平方数 或许我们可以用这个完全平方数 把它改成平方之后 来比较它们之间的大小 我们先来试试看 我们分别把ABCD四个选项呢 通通把前面那个完全平方数呢改成平方 这时候呢 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 我们先看第一个A选项 5的2次方乘以13的2次方 减掉15的2次方 那这个呢 我们前面两个都是2次方 根据指数率 可以变成5乘以13括号的2次方 扣掉15的2次方 就变成是65的2次方 减掉15的2次方 那这时候呢 还可以再利用一个平方差的公式 A平方减B平方等于A加B 65加15 乘上A减B 65减15 算出来这个是80乘上50 这是A这个选项 那B这个选项呢 同样的方法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 4乘以17括号的2次方 减掉18的2次方 等于68的2次方 减掉18的2次方 那它就等于 68加18 乘上68 减18 所以呢 它就等于呢 68加18 86乘上50 根据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马上判断得出来 B选项呢 比A选项要来得大 那我们再来看 那我们再来看 C选项 C选项呢 可以变成 3乘以21 括号的2次方 减掉13的2次方 各位同学 各位同学 请问你看出来了吗 这个就等于 63加13 乘上 63减13 所以呢 就变成 63加13 76 76乘以50 当然C选项就比较小了哦 那我们再看最后一个 D选项 2的2次方 乘以31的2次方 减掉12的2次方 就变成 2乘以31 括号的2次方 减掉12的2次方 这个就等于 62的2次方 减掉12的2次方 它等于多少呢 它就等于 62加12 乘上62 减12 所以呢 最后就变成 74 乘上50 那从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 可以看得出来 大家的后面 都会有50 50就不用比了哦 就比前面就好 前面呢 A选项是80 B选项是86 C选项76 D选项74 所以哪一个值最大呢 很明显的答案是 B B选项 这个值最大